對 今天非常難得邀請到 一位我們的海外觀眾 他可以說是我們的中時觀眾 他從Youtube來看我們的節目 因为他本身是定居在 马来西亚 槟城的一位华侨 而他其实年纪轻轻 可是藏龄其实已经非常多年 因为他从以前 不管是邮票甚至是古物 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说他都是从 拍卖网站上来寻宝的 而他这一次来台湾 最主要就是要来见他的偶像 曾教授一面 待会我们来听听他的宝物故事 也来帮他圆圆他的这个梦想 先来介绍我们的 潮墙大鉴定团 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珠宝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老师 大家好 还要来欢迎黄瑋迷黄先生 你好 来自马来西亚 槟城 对不对 对 你看你在YouTube节目上 看我们的节目嘛 看了很多年 是啊 今天站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很 不敢相信啊 为什么 好像很不真实 很...没有想到啦 你觉得是紧张 因为待会我们要来见价 还是你觉得说没有想到 我居然就站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不大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 我今天就求站在这里 买一个开心 一个毕竟 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这样飞来一趟 四个多小时 对不对 对 你多常来台湾一次 今年都来到第二趟 来第二趟 来观光吗 是啊 是 品质之旅的美食 是 观光故宫 你是怎么报名大寻宝家节目 是寄电邮吗 还是写信 在那个Facebook Facebook的留言 对 你看多有热忱 我问一下为什么你会 你是做什么工作 还是受到什么影响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收藏古董的兴趣 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收藏的游票 都是收那种比较古老的 是 是比较古游票 旧游票 旧游票 这比较旧游票 是 那时候就喜欢老的东西 但是说真的 收藏多长的时间 你的藏龄 从古董 是十六岁开始收藏的 第一件我是在英国买的 那时候是买了 从加斯德买了一件 好像这样的高竹杯 是 是隆文的 应该是明朝 那时候应该是 我刚好听说话是十六岁吗 是 十六岁 哇 在那时候很年轻 就踏入了这个收藏的行列 家学渊源吗 你父亲也收藏吗 怎么十六岁就开始 所以他可能十岁就收游票 对啊 真的喔 就是从小嘛 然后再来十六岁就开始拍了 第一件 有没有人启发你 或者是说 你的长辈有人喜欢收藏 对啊 家里有没有人 没有 好像我们在 槟城那一代 就很少人收这种古董 鉴定就 那你很特别 那你很特别 对啊 启蒙的 他会不会有那种 前世今生的回忆 还在里面 然后其实上辈 怀疑一点点 对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 没有任何人启发他 没有家人收藏 他还住在一个根本附近 也没有人做这些事 所以你知道大巡宝家 就有他的一切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知音 就是这样隔着的屏幕 太棒了 我们今天一件一件 来帮你看 这个缘分很重要 而且我们帮你请到曾教授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很难 发他通告的 他不一定会来 你发他也不一定会来 我跟他说 我们今天是有马来西亚 槟城来的贵宾 是啊 我们真的帮你看一看 从第一件 多久以前买的 这个是应该是三四年前买的 三四年前 对 你很喜欢在拍卖网站上淘宝 是 不能来到这里嘛 那时候 在网上现在也是很方便啊 是在台湾 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站 这件是中国台湾 不是 台湾 在台湾的拍卖网站上是不是 对 台湾拍卖网站上买 是竞标还是 是竞标还是就是他就第一个价格 第一个价格就起拍价了 有一个起拍价 对 这一支拍了 有人跟你抢啊 有 最后多少钱成交 应该这个是差不多 马币的话是差不多 两万这样 马币大概两万的话 一比七的话 大概十四万台币左右 对 竞标道 然后他有没有说这是什么 什么年代的 它后面有一个光绪 光绪 光绪 是 那你自己看呢 你觉得 我知道其实你自己对这些东西 有见解的 对不对 你自己的判断 就是要请曾教授来看一下 我是觉得画工不错 很好 画得很好 有那种晚清的味道 晚清的 清晚期的味道 是不是 晚清 蛮细腻的 你看它的龙纹 我觉得画工是真的蛮细腻的 但是假情有没有到呢 我们今天又要为了要帮你 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建价完成 我们努力看看 第一件我们先来 我们先建价 然后我再请曾教授来告诉你 教你怎么看 好不好 好 来 请建价 八万元 你买十四万台币左右 八万台币 来 价格还算可以 我觉得这价钱还行 八万是台币 台币 对 你刚刚是台币大概十四万 对 小撩了一些 来 这件是这样 后面写的光绪黏制 那你买的时候 可能说它是光绪观摇 但是这件我们看的结果 就是它不太是观绪观摇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它的画工很好 是不错的 是蛮好的 画工画得很细 但是我们翻过来看 你看这个圈竹 对 就是我有一点点怀疑 对 这个圈竹它太新了 因为光绪离现在也一百多年了 对 所以它这个圈竹 不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对 知道 那你也了解了 了解 第二个呢 你看这个土 这个土跟清代的土不太一样 好 它比较细 好 所以它应该要后面一点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 后面这个 这个底胎 对 底柚 你看这个底柚 对 有点新 不是新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它是刷的 刷的 因为如果是观摇的话 它是非常亮的 非常平的东西 因为它会平管非常严格 所以你看这个刷柚的感觉 有没有 对 这比较粗帅的 对 比较粗帅的 对 当然这些光绪连款呢 它是可以仿的 因为光绪连款写的不怎么样 所以这个还可以接受 但是这些疑点就不太对 另外你看这个整个柚 这整个柚 看起来比较像后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整个柚的细致程度 跟光绪清代以前的那种 它不是细致 它是有点浑厚的感觉 有点亮 有点润的感觉 你这个没有 你觉得是什么年代是 民国 这个民国的东西 民国东西 这是民国东西 也是有点老的 所以我给它八万 给它花 所以我给它八万 所以它不是道地的光绪观 所以你在拍卖网站买呢 也没有买到它应该有的价格 对 因为如果是光绪 是要买万计价 它有买万 对 所以你是很冒险精神 如果是一处买的话 感觉会能不能考到好 但是这也是后防品 那时候防得蛮好 还不错 化工的部分还不错 这件是在台湾买的 台湾的拍卖网站 对不对 下一件我知道就是 不是在台湾的拍卖网站 对不对 这一件在哪边 也是在拍卖网 对不对 你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在拍卖网站上买 那时候也是 这个应该是在欧洲买的 欧洲啊 欧洲 去欧洲玩的时候 还是也是在拍卖 你就是全世界的 拍卖网站上都过了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 人家蝴蝶代表福气 其实这个还蛮很多彩 然后我觉得还蛮 我觉得蛮起气的 你自己是怎么样被它吸引的 就是那时候有收到 差不多一样的平啊 叠啊 都是差不多 你知道它的用途嘛 这个应该是渣斗是吗 拿来吐痰的是吗 是吗 我们说谈鱼 渣斗是我们在吃的 吃餐点的时候 吐那个菜渣 或者是鱼骨头 鱼骨头啊 就是 因为谈鱼会更大 对不对 是吗 谈鱼没有做这么漂亮 它这个是渣斗就是旁边有那个 渣斗在服务 然后黄金贵族要吃菜渣的时候 可以出来 就像我们现在随便用白纸 有没有 A4白纸则一个纸垃圾盒 一样的概念 它以前是有人服务的 旁边都有侍女 侍男的 这样突然好优雅 就优雅了起来 这个渣斗在欧洲的 拍卖网站上买 也是竞标的吗 对 也是竞标的 大概多少钱入手 差不多那时候也是 这样 这件当然看起来画得还蛮好的 对不对 后面也写着大清大光年字 看起来气情也不错 问题就出现了 第一个 它的画工的问题 如果你懂书法的话 传书是 对 众素 都是很规整的 拘谨跟活泼 就是我们要欣赏的重点 特别三十五万元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 好不好 再教你怎么看 借你讲 对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APP等你 第二个 这就是赤斗 就是旁边有那个 费物服务 然后黄金贵族要吃菜 扎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随便用白纸 有沒有A4白紙摺一個紫垃圾盒 一樣的感覺 以前是有人服務的 旁邊都有侍女 侍男的 這樣突然好優雅 就優雅了起來 這個渣斗在歐洲的拍賣網站上買 也是競標的嗎 對 也是競標的 大概多少錢入手 差不多那時候也是 馬幣一兩萬塊這樣 馬幣一兩萬 那算一萬一萬五左右的話 一萬五左右 就差不多十萬 十萬台幣 那你知道它的年份嗎 也是郵遞款光需 它疑款也是這樣行 但是會不會是後房品有沒有倒帶 我們也來試試看囉 好嗎 請見 醬 五萬元 又打了對著 來 買貴了為什麼呢 這個 這件 這件這個紮斗這個形式 我們可以看到 你剛看到的時候很漂亮 可是你仔細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些問題就出現了 跟真正的青關窯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它的幼不夠厚 它的幼不夠厚 你看這個幼閃的那個光 它是比較單薄的 它會有一種刺眼的光 表示它的時間是比較近的 同時它的幼比較薄 對 那以前皇帝用的官窯呢 它是不計成本的 要做給皇帝用嘛 對 所以它上了幼可能上了多次 讓它燒得很厚實 很漂亮 那仿的人它沒有那個成本 對 所以它不可能上很多幼 它再上一層就夠了 所以它往往是比較單薄的 另外我們看它上面畫的蝴蝶 對 它的構圖跟它畫的蝴蝶的那個樣子 還有它的筆法 它不是輕功的畫式畫的那個水平 因為它的水平比較低 你看那蝴蝶每一隻啊 看起來你上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我看起來它是有點呆板 因為如果我們創作的畫畫的人啊 它畫的蝴蝶會各種變化的 姿態會比較豐富 因為我本身是畫畫的畫家 是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選擇把蝴蝶做造型上的變化 色彩上的變化 但是這個沒有 就表示這個人是一樣畫葫蘆 所以它會呆板 OK 另外啊 我們看這個線條 我們現在看這個電視螢幕 好 這個是康熙的 你看那個畫工 你看那個畫工 跟你的畫工比起來不一樣 再看一下 下一個 就是把它放大給你看 你看那個畫工的線條 雖然他們不是第一流的畫家 但是他們是宮廷裡面請的 那個專門畫磁器的 所以它畫的線條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是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康熙的 整個看 你看整個那個花朵的配置 它是很靈活的 雖然是個圖樣 但是你會覺得它很活 你看了它以後 你再看這件 你不覺得它蝴蝶很呆板吧 有沒有覺得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是乾隆的 你看那個線條 跟那個配色整個 局部放大以外 你還是看到它蠻大氣的 一定 所以皇家的東西 你一定要覺得它很大氣 一定 然後那個顏色的配置 構圖的這個安排 一定要是有藝術性的變化 因為皇帝本身 他旁邊很多藝術顧問 同時他本身也有藝術素養 所以他會講究這些東西 是 否則他做不了 另外我們看後面這個底 這個底足不對 都不是光緒的時候的底 太細了 太細了 然後我們看這個底釉 這個底釉 所閃的那個量 不是老的東西 所以這件 也是 不是 正宗官邀 進大綁品 不是正宗官邀 後期的綁 那廖老師 我這邊找到 宇甄有一個物件 這個紮斗長得跟你一模一樣 真的耶 應該是 我是可能弄錯 應該是這件也是 在台語灣買的 那個曾教授跟你說五萬塊 真的 那也符合那個起拍價 是 那如果說 如果說有人喜歡的話 這個物件 如果再加上十倍 三十萬也差不多 對 好不好 講起來你買 你便宜了 差不多 有時候可以 因為如果競標 你真的碰到一個一樣 跟你喜歡的 這樣你就上去 好啦 要忍住啦 好不好 不要每次一看到什麼 任意第一樣嘛 不要帶回家了啦 忍住啦 真的... 這個沉澱店 這個長頸品 你看這上面 非常豐富 來... 你這個買多久了 這個應該是那時候 都是好幾年啦 忘記了 好像差不多五六年去 是...也是在拍賣網 也是在買的 這是...買的啊 對... 搶標的啊 也是... 也是晉標的啊 那你這樣一講 那你這樣一講 我都不敢講的話 他輸不得的 我跟你講 他看到別人想要 我也一定要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說 這個... 像拍賣會喔 它是有一個實體的拍賣 然後另外的物件 為什麼會放在網路上面拍賣 是 實體的時候沒有賣掉 有 那時候也是 你有來看獄展嗎 那時候 有沒有來看獄展 沒有...尤其是在網路上買 它有... 現在拍賣會有分 那個網拍部門跟那個實體部門 那時候有那個介紹人 介紹給他 有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國保檔案 那個... 還可以信賴就對了 對... 中人的國保檔案 對... 他就有... 每次都有介紹他 就是... 那時候講 不錯啊 可以看一下 那這件買了多少馬幣 應該是差不多五萬塊 五萬馬幣 大概台幣要三十五萬 這就開始貴了 貴起來... 三十五萬元 其實最好有時間的話 還是實力去看 對... 因為這種東西圖片看不準 對... 所以網拍事實上有很多的問題 除非它很便宜 是... 除非它很便宜 當然你現在買的價錢也很便宜 OK 但是還是要注意 也是有買貴的 因為你雖然很便宜 但是也... 對我們來講 我們生斗小妹來講 還是滿貴的 是... 賺錢不容易耶 對不對 每一分錢 有時候被對方越喊越上去 那個價錢就提高了 三十五萬元 本來底標價是多少 被你三十五萬元買到 還記得嗎 應該是馬幣 應該是一萬兩萬這樣 是 然後慢慢的 就喊上來了 台幣三十五萬元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再教你怎麼看 十五萬 糟糕... 這個真買貴了 來 這件當然呢 看起來畫得還滿好的 對不對 後面也寫了 大清大光年製 看起來氣型也不錯 對 但是你慢慢仔細看 就會出現有一些問題 就出現了 第一個 它的氣型是不錯 但是你注意它的化工的問題 第二個是它的顏料的問題 因為古代的顏料 清代的顏料 跟後來我們現代的顏料 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顏料是 有差異性的 一點點 然後我們看到 有一個釉色也是要注意到 就是松石釉 這叫松石釉 就是綠的 是 這個松石釉 清代的松石釉 跟我們的松石釉 不一樣 尤其是皇家的那個釉的配方 是個秘密 它不會跟你講的 所以民間後來去訪這個東西 它沒有辦法訪到一百分 雖然時代很近 但是往往會出問題 就是綠松石釉 另外你看到後面的這個 綠松石釉上面說 展現出來這個光 你看到那樣 這不是老光 這是比較現代的光 所以它的年代不是很久 那如果道光距離現在 也蠻久的 是不是也一百多年 道光是一八二億到一八五零 是啊 所以一百多年以上 所以它不應該有這麼新的感覺 我們現在看那個 我帶來一些圖片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來這裡像上課一樣 收穫很大 就針對你的這一件來幫 來幫你來看一下對角度 沒事了 這是道光的 你看道光畫的圖案 你仔細看 然後你再看你那個 OK 你覺得哪一個好 一定這個 對 這個好 是不是 這個好 你看它的線條是非常穩重的 這個線條你仔細看 它有漂浮現象 因為我們學畫的人 我們在畫畫的時候 基礎工是要畫線條 所以你看那個線條 就知道這個人的功率多少 那如果皇家的畫工 你覺得會請那個線條 畫得很福的人來畫嗎 不會 而且這些畫工都資深畫工 所以它畫得非常穩定的線條 這是我們要看清楚的 下一張 這也是道光的 你看到上面這些線條 跟這個綠松子柚的感覺 它是跟你的不太一樣的 真的耶 你的綠松子柚看起來比較 新的 有沒有 我們看下一個張 這是它的道光款 你翻過來看道光款 當然這種傳書款 是可以模仿的比較 因為它比較規整 但是怎麼看呢 我跟各位講一下怎麼看 這個也寫得蠻好的 但是呆板 因為傳書啊 書法啊 如果你懂書法的話 傳書是 橫直 對 縱數 都是很規整的 但在規整裡面 初學者會寫得很規整 但是如果你寫得很好的時候 它會很活潑 所以你注意看 它的感覺上 活潑 你的 比較硬是嗎 比較硬 有點過風整 它整個結構是比較 一字的安排結構 是比較硬的 從這裡可以看到 更何況這些寫款的人 是專門寫款的人 他就專門寫款 你想想 他會寫得很活潑 因為他寫得很熟練 他不可能寫得很拘謹 但是這個拘謹跟活潑 就是我們要欣賞的重點 就是我們在常常講的說 你要會審美 否則你看不出來 你看都一樣都很漂亮 但不是那個東西 你要看得更細膩一點 那個審美的素質 對 再提升一點 我們去看 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 我們就看下一張 好多細節 好細膩 很難 對 對 是 這邊到底有個力 我剛剛拿錯好害怕 大名加近年事 這個店很像 是 這件是老東西 你看那個幽光 滿好的 很自然 所以歐洲有很多這種東西 但是它不是 你在馬來西亞有地域環境 對 很方便 那你就想辦法 跟這些人認識 有 我有收那個 好像外銷池 神傳的有 差不多靠近 一千件 有 自己收藏一千件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更何況這些寫款的人 是專門寫款的人 他是專門寫款 你想想 他會寫得很活潑 因為他寫得很熟練 他不可能寫得很拘謹 但是這個拘謹跟活潑 就是我們要欣賞的重點 就是我 我們在常常講的說 你要會審美 否則你看不出來 你看都一樣都很漂亮 但不是那個東西 你要看得更細膩一點 那個審美的素質 要提升一點 我們去看 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多細節 好細膩 很難 手太深 對 深 黃先生跟 是 靜音你來看 這個畫 你看這個是 晚清的官窑的那個畫工 你看這個畫工 然後再看你這個 這個畫工 你會覺得它浮浮的 對 是不是 它有點輕浮的味道了 對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你一比啊 人比人氣死人 東西比一比也是氣死人 因為你看這個東西 跟那個東西比起來 畫工差很遠 差很遠 那同樣都是晚清畫工 是 畫的人可能都是同一批人 那幾個人固定的 所以它工差很遠的話 那就是問題 就有差了 對不對 就有差了 價錢就差在這裡了 好 很多絕問 一起學 接下來這個高足飛 也是拍賣 對呀 也在台灣 對 是在台灣 大名萬利年製 但是好像你自己覺得它不到 不到 不到大名 因為它收藏久了 是 它會有一個感覺 對 慢慢它會有一個感覺 可是喜歡就想買 對呀 你是因為氣型嗎 還是你喜歡收 那時候氣型看得也不錯 那時候我就是有收很多 好幾件淡色油 是 藍色的油 藍油 對 紅油 黃油 青油這個 就是有 對 所以就想這個也收下來了 我知道它不是大名的 對不對 可是喜歡 但是我一個 好像乾隆的 差不多有一個煤瓶 也是差不多這樣的 那個有給老師鑑定過 是 我是覺得差不多一樣 但是我還是有 當然有疑問了就再來 我們幫你解答 這個當初買多少 那時候買 差不多馬幣 第四萬塊 四萬 四萬元左右 對 四七二十八 我差不多三十萬了 要三十萬了 三十萬台幣的一個高足 對不對 自己會不會有點 這個你自己也會不會有點緊張 會不會覺得可能 會不會跟前面一樣是買貴 也不知道 我們來鑑定 再來上課好不好 來 請鑑定 鑑定 八萬元 如果槍越來越大了 這個很緊張 這個有數 這個有數 因為你知道不到 這件我們仔細看 這件明帶的東西 但是你拿起來看 你拿起來 它很輕 所以它這個整個重量感 跟明帶的重量感比起來 會有一點差異 就是說它的器物 跟它的重量不太符合 另外我們看 就是說 你懷疑的這個氣型 就是上面這個被斬的氣型 跟明帶不太一樣 你也知道 元帶 它事實上來這個氣型 上面這個是不太對勁的 但是我們看下面這個 大明萬年年字 這幾個字跟下面這個胎圖 對 這是老的 這是舊的 所以這就產生很大好玩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 你買的時候 它估的價錢也不會很便宜 因為這些東西不是現代的 這個是老的 對 但是上面這個杯斬的部分 看起來很奇怪 是吧 那我不曉得 我帶來一個 下面是真的 上面是新的 接的嗎 接的嗎 老底是吧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色情 這個是明帶的 就是家境跟萬里時期的 你看它一樣不一樣 藍又一樣嗎 就偏灰嘛 對 對 悶對不對 對 不太一樣 悶的話 老早這個要敲掉的 在明關窯的品管裡面 要敲掉 但是我們不管那麼多 你現在看到我拿的這件 是從景德鎮窯裡面 挖出來的 這件是個樣本 你可以看到 比一下顏色 顏色是不是一樣 顏色一樣嗎 不一樣 你看這件雖然是個碎片 但是多漂亮 像寶石一樣 是不是 像寶石一樣的那種藍又 這個很悶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一碰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氣形不對 第二個就是右色悶 悶 這是不太對勁的地方 因為關窯它不會給你這個感覺 是 第三個是什麼呢 你注意看 這下面這一節跟上面這一節的 右色是不太一樣的 下面比較淺一點點 是喔 上面再深一點 有沒有看到 那剛剛我們說 下面這一段是老的 上面這一段不太對勁 那你可想兒子 中間這一段不是有個分野嗎 有一個接點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是不一致的 對 有一個接點 這個可能是組裝的 可能是一個組裝的 所以它是老的跟 可能是老跟老的組裝都不可能 但是它是一個組裝貨 組裝品 當然這個東西 只有是X光去測才知道 但是我們從外表看 它讓我們懷疑 因為中國很多古文物裡面 很多是組裝的 你也知道那個 知道 中國大陸有一些修復物的 修復師 它可以互相搭配去組裝 一件新的東西出來 是的 這件可能就是那種東西 好 廖老師 剛剛這個曾教授有講說 那個下舊 喪心 對 這個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大概景德鎮這邊 只要是那個當初出窯的時候 不好的 不對的 它就直接摔到旁邊 就摔破了 但是那個底竹 有的都會保留 因為底竹那個圈竹 那個地方是比較厚的 所以那個地方不會壞 是 很多人去收購這個東西 回來做 對 尤其 我之前不是有講過一個 播過一個影片 就是韓國的電視台去錄影 偷錄製的 就當作他是買家 然後錄製人家說 我這邊有在做這個房品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的話 譬如說這個高竹杯 高竹碗 這個拍賣市場裡面是 兩百萬 那沒關係 我二十萬幫你做 二十萬幫你做 它底竹是一樣的 但它去做上面那個 做到跟原來的一模一樣 這個是有影片的 國際上皆知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個 譬如說像這種高竹碑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瓶子的物件 是 它可能有接縫 然後顏色有點不一樣 是 你燒製的 我們都是同一個釉藥 這個釉淋上去的時候 怎麼會有兩個顏色呢 這個要好好判斷 是 所以下次眼睛要更利了 講到這個接點 這邊倒是有一個裂痕 我剛剛拿的時候好害怕 有沒有 我剛剛拿的時候很錯 吃牛肉麵的時候 不小心打破 因為它的東西都很貴 所以這個青花的這個大碗 來 你當初多久以前買的 應該是也是好幾年了 忘了 大明加淨年製 好幾年 這個應該滿貴的 對 差不多 馬幣要五萬塊 五萬塊 馬幣五萬 台幣就是三十幾萬 三十五萬 在哪裡拍到的 這個應該是加斯德 加斯德拍到的 當初很多人跟你競標嗎 來自世界各地嗎 是加斯德的大拍還是小拍 這個是在巴黎應該 應該是當地的地區性的拍 不是國際拍 是不是 因為它有分大拍小拍 是 它的東西也會不一樣的 大拍小拍會分隔 我來解釋一下 剛剛那個曾教授有講說 大拍跟小拍 它的差異性 大拍大概就是春拍 落在四月份 然後秋拍的話就是十一月份 那這兩個大拍可能就是 它的買家可能就是國際化的 是 所以每一個送拍的物件 可能都是非常頂尖的 那另外每個月份會有小拍 會有小拍可能就地區性 所以就看你是在歐洲的小拍 或者是美國的小拍 或者是台灣這邊的小拍 每個月都會有 那這些地區性的可能就是 比如說像剛剛的那個高竹碗 對 高竹碗可能就是小拍裡面的物件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這個圈竹的部分 是老東西 但是它後來上面後夾的部分 它也是仿原來的形質 然後原來的幼 只是因為幼久了之後 它一定會有落差 對 這一種老的竹底 在小拍裡面也會出現 它也會成交 而且還是有一定的價格 只是可能是我們大拍裡面 大家近拍的結果 它可能標了一百倍 賣了一千萬 但是這種小拍裡面的話 它以為成交 可能就賣了一百萬 它有這樣的差價 好 那這一件我們先評估 再教您看囉 來 請見獎 又買貴了 為什麼八萬元 是因為你有衝 這裡有衝 這裡有一道裂痕 這個裂痕要減一點價錢 是 那這一件是老東西 你看那個幽光 滿好的 很自然 然後你看這個底足的亮光 這裡面要閃一點藍 有沒有 然後這個幽光那種感 不是現代的 剛剛你們看到這個 你可以比較一下幽光 一樣嗎 一樣嗎 不一樣 這個比較單薄 對不對 一樣 這個是明晚期到清初的東西 但是它不是萬利的 因為你看這個落款 跟它的修竹 整個形式看起來 它不是道地的明朝的萬利 明朝萬利不是長這樣 落款也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它是後面的貿易詞 清代的貿易詞 清初的時候貿易詞 它很多會寫這些成話 萬利的家境 賣到歐洲去 所以你在歐洲買的 對 是不是 你在歐洲買的 所以歐洲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但是它不是官窑 那這件的化工各方面 看起來它都是加萬的東西 還是屬於明晚期的東西 明晚期 但是它的圈竹跟幽啊 各方面 它是清初的 所以它應該是明晚期到 清初這段貿易詞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老東西 是 我們可以看一點圖片 看一點圖片 這是萬利的 你可以看到 它龍文不一樣 龍文 它比較畫得沒那麼好 比較粗帥 因為民間的東西 雖然家萬的時候 也畫得很粗帥 尤其是萬利 但是它更粗帥 下一張 你看這個龍文 然後你看這個釉水 跟它的釉色 還是有點差異的 為什麼 它的釉色裡面 各位仔細看 對 它是藍中有紫色調 有沒有 你這個沒有 你這個是純粹塞料 它這個東西裡面 還有帶一點什麼 帶一點迴氫料 是 所以它藍中泛紫 你這個沒有 所以這是清代的 清初 清初期 冒一隻 因為你也拿不到這個東西 人間拿不到 黃兄你喜歡買 這些那個外銷池 2021年6月16號的時候 在新加坡那邊 有發現到兩艘的骨船 你在馬來西亞 有地域環境 對 很方便 那你就想辦法 跟這些人認識 我有收那個好像外銷池 城船的有 差不多靠近一千件 有 自己收藏一千件 真的 有 就是買了這碗 就來比較 是 就是那時候應該是碗 碗名 那時候也是 那個叫萬利號的那個 一個城船 對 有一個也是跟那個 它的那個 這兩艘船的那個量 量體 它這些青花籽非常的多 是 但是它在市場裡面 它有一定的價格 好 做功課做得很足 你看看 再來這個龍蚊屏 這個暗紋非常的細緻 是 這一個青色的幼 你自己是 對它的喜好點是在 是因為那個龍蚊嗎 你喜歡它那個龍蚊 還是你覺得我青色的幼 我黃色的幼 我也要收對不對 那時候有收 單色幼 都收嘛 這也是在台灣買的 在台灣的 拍賣網站嗎 對 是在疫情的時候嗎 還是在疫情前 應該是疫情 這件買多少錢 不貴差不多也是 一兩萬馬幣這樣 一兩萬馬幣 一萬五馬幣 十萬元台幣 我們評估一下這一件好嗎 來 請見價 六萬元 六萬元 當然我先聲明 我是針對這件東西去講 我不管是 你從哪裡拍賣來 禁標啦 或者是多少對手想來的 也不知道你從哪裡拍賣來 因為這樣子會得罪人 我們是舊事論事 舊知識討論知識 好不好 這件東西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你光看它的那個幼光 你就知道 它的老化是不太夠的 雖然它是綠幼 但是綠幼是低溫幼 綠幼是低溫幼 它受到那個老化 分化的影響會更強 因為它很容易裂的 它是一種千幼系的系統 它是低溫的 另外我們看它的底足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幼光 對 你懂得 你懂得 就是你懂得這個幼光 就不對了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另外你看它上面畫這個 這個叫畫龍紋 畫畫 畫龍紋的技巧 是 它畫得非常好 畫得很好 但是你仔細看 它的深淺各方面的 它不是很突出 是 所以我放大給你看 好 對 你看那個龍紋的放大給你看 我看過一些 顛過一些 我上手過一些這個 劉敬佛 基本上老的東西 它都有一個沉的感覺 你看你現在這個 封底的這個 封脹的這個 你看這個 非常薄對不對 這個也是出了問題 光現在它一開始其實很過雜 它就知道說 我知道有些東西可能不倒帶 我也知道有些東西不對 但是我今天就是追求 我又要站在這裡 我要追求一個真相 請見價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我們都在挑Java大神APP 一起開放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這件東西啊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你光看它的那個幼光 你就知道 它的老化是不太夠的 雖然它是綠幼 但是綠幼是低溫幼 綠幼是低溫幼 它受到那個老化 分化的影響會更強 因為它很容易裂的 它是一種籤幼系的 它是低溫的 另外我們看它的底足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幼光 對 你懂的 你懂的 就是你懂的這個幼光 就不對了 好不好 就是這樣的 另外你看上面畫的 這個叫畫龍紋 畫畫 畫龍紋的技巧 是 它畫得非常好 畫得很好 但是你仔細看 它的深淺各方面的 它不是很突出 是 所以我放大給你看 好 對 你看龍紋的放大給你看 它的深淺是一致的 而且它看起來沒有像手工的味道 對不對 沒有像手工的味道 我們再看一張 你可以看到 它沒有手工的趣味 當然這個東西是 我們看了稍微多一點 我跟你講它沒有手工的味道 另外我們看圓件的 綠幼的圓件 這個是 雍正的 雍正的 你看這個綠幼的感覺 它那個光的程度 不像你這一件 對 然後它的刻花 你看它的刻花 很深淺分明 很清楚 對 很清楚 真的 對 你看刻花 你比較一下 真的耶 是啊 真的耶 莉莉在目 是 線條非常清晰的 是 我們再看下一件 放大給各位看 你拿起來 兩位可以拿起來比較一下 我只是把這個重點點出來 這是我懷疑的地方 所以我不能跟你高價 這感覺就是在表面上 對 所以我不能跟你高價 不夠深刻 是 沒問題 我覺得至少黃先生 他一開始其實很豁達 他就知道說 我知道有些東西 可能不倒帶 我也知道有些東西不對 但是我今天就是追求 我又要站在這裡 我要追求一個真相 跟大家一塊學 但是黃先生你來找我 變成我當壞人了 我都講一些 不會啦 我跟你講偶像講出來的 永遠是真理 因為他自己看他懷疑 可是他說不出到底 那個問題在哪裡 這就是他 所以就是我們要點破的東西 要進步的地方 對 你今天來這裡 我跟你講 這個學費 可以讓你省很多錢 好不好 這個才是重點 再來這個 留經佛像 有 是 那就該買了 對 對不對 也是在拍賣網站上嗎 這個在 澳洲 在澳 澳大利亞 澳洲 澳洲 是 還是在那個 OK 然後買了這一個 回家供奉嗎 還是其實就是好看 收起來 多少錢入手價 應該差不多三萬 三四萬馬幣 三四萬馬幣 是不是 大概 要這樣子 算二十三萬台幣 二十三萬台幣 來 我們也來看看 你自己在拍的時候 知道它是什麼 底下有沒有 那時候有講 是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 清代 好 我們也來評估看看 今天就最後一個物件 請見價 請見價 六萬元 六萬元 貴了買貴了 來 我們怎麼樣 我們看起來 每個人看起來 當然這個佛像 看起來都很漂亮 是 但是你去 拿它的重量感 很輕 不是很重 對 所以 因為我看過一些 顛過一些 我上手過一些 這個劉堅佛 是 基本上老的東西 它都有一個 沉的感覺 因為它用的料很實在 是 同時他們那時候 技術各方面 它做出來的這個 厚度會比較厚的 所以它是比較沉的 比較沉的 你看你現在這個 封底的這個 封脹的這個 你看這個 非常薄對不對 這個也是出了問題 因為以前的做這個東西 都很講究的 它的料 用得非常厚實 尤其做宗教的東西 那更是要虔誠 它做得很厚實的 然後我們看這個 我們叫金水 就是你上面流進的 這個金水的部分 對 它看起來就 沒有老化的現象 不夠 另外我們看整個造像 對 整個造型 你看這個腳的造型 跟它這些上面這些 灌的造型 種種造型 加上這個身上的陰落 對 就是陰落的東西 你看起來它不是很突出 就是說 它在做這個工的時候 它不是非常細膩 而且非常扎實地去做它 所以看起來還是 工不夠細 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這種東西 尤其是老的工 它是很細的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好 來看照片 來比照一下 到底怎麼看呢 你看這個 戰弓 我們也講了戰弓 你看這個戰弓裡面 這個戰弓裡面 它沒有什麼老化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也是我放大給你看 它一顆一顆的這個陰落 有沒有 它身上帶來這個珠寶 對 這些陰落 你看這陰落的裡面 還有這些 這些戰刀的這個痕跡 看起來都很新的 很新的 不是很老 不是很老的東西 更何況我們現在 整個顛起來 它的重量感是不夠的 這整個流金的金水也不夠 因為你看這個金水 我們看下一張 這些金水上面 如果是18世紀的 這個金很多是剝落了 因為金是用低溫烘烤上去的 它是很容易剝落的 除非後代在家 那一樣會剝落 所以你現在看到 它是非常完整的 非常完整的那種金水 有沒有 它幾乎沒有什麼剝落 那你就要打一個 問號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黃先生你今天來 收穫很大 因為下次接下來 你在看物件的時候 你就想起這些題目 你就先冷靜 先冷靜 忍一忍仔細看 但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這趟機票 非常的值得 因為接下來可以幫你 收很多錢 然後有任何疑問 沒有問題 私訊大家選保家 我們幫你聯繫曾教授 但今天還是非常感謝你 不遠這個千里而來 好嗎 也非常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希望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OK